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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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Kiw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Himi的最近很熱門的眼影 就是我現在眼上眼睛上面畫的這個眼影 那我覺得它還蠻美的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橘色調 然後一個是比較偏紅色調 那我買的是橘色調 因為我蠻多紅色調的 乾燥玫瑰色的那種眼影 所以我就買這個橘色調的 然後我覺得蠻美的 很有一種過新年或聖誕節的感覺 那等一下 上完妝 等一下我會先上完底妝之後 從使用Himi的產品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第一次使用的心得 然後還有我現在臉上這個 色眼妝還有全妝是怎麼完成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我剛剛忘記說到 然後就是我買了這兩個之外 它還送了我一個這個 防水眼線眼影筆 墨綠色的 然後這個我之前有買過咖啡色的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我等一下就直接用咖啡色給你們看 那我就先去上底妝 現在就來試這顆眼影 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現在手部刷手部試色 其實我覺得我收到的時候 它的顏色比照片上來的還要深耶 因為它只有這個顏色是比較淺 其他都還蠻深 而且這個顏色 它算是就是膚色中當中比較 還是算比較深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四個顏色都 這六個顏色都蠻深的 然後它裡面附了兩隻小刷子 我覺得以它的價格來說 整體的包裝 還有它裡面附刷子質感都還算不錯 它的包裝是 雖然是紙盒 但是它硬的那種 它摸起來是霧面 前面有個磁吸扣 然後上面是燙銀 燙玫瑰金 然後裡面也有燙一個 然後刷子 就是尼龍毛刷子 但是我們等一下就直接用這刷子試試看 那我先做手部試色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三個顏色其實蠻像的 然後我喜歡這個 外面淺色 然後這個顏色雖然是我比較不喜歡 我覺得它有點 也不是說屬業 就是覺得這個顏色很突兀 它算是比較亮 比較突兀的顏色 那我們就來去 首先我要先用 我直接用它的刷子 我就用最淺色這個 來做一下眼窩的深度 刷子有點太小了 如果是要做眼窩的深度 我直接用手抹好了 這個顏色其實我覺得單擦也很好看 就上班的時候單擦這樣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反而這樣單擦一個顏色 你的刷眼皮折反而看起來比較厚 然後下面我就用小刷子 它的刷子有兩種形狀 一個是 比較圓形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斜孔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用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用 這個紅色 磚 有點橘磚筒 它也是霧面色 像在眼尾 眼窩的地方 這個眼影還不錯欸 我喜歡 而且很小很好戴 感覺去旅行很好習在 然後我想要用這個顏色 我想要用這個顏色 我剛剛拿這樣 這樣 上牌的這個顏色 它雖然是珠光 然後這個是有亮粉 這兩個是有亮粉 然後這三個是霧面 這個是有一點點珠光 用在下顏色 用在下顏色 它非常顯色欸 然後我要用這個很亮很亮的橘色 最亮的這個亮片橘色 用在我的靠近睫毛根部 很好看欸 這個顏色我剛剛說不喜歡 可是它上上來很好看 是很夏天的那種橘色點 但是如果你跟其他這幾個顏色配起來 它其實又有那種秋冬的感覺 而且它的刷子雖然有點太小 但是在刷這種小地方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它刷子非常的扁 然後我現在決定先補一下眼線 我等一下再加一些就是深棕色的眼影 那眼線我就用我之前用過這支 它一邊是棉棒 然後一邊是眼線筆 但它的棉棒我覺得很奇怪 這之前我有介紹過 它的棉棒很硬 就是你插上去 我試給你們看 你這樣畫上去之後 然後你想要用這棉棒推開 可是棉棒會把你所有的妝擦掉 就是它這棉棒的材質是很好 但它眼影眼線是還蠻好用的 但是比較麻煩是它是要去自己削的 OK 然後 再來補一些 咖啡色的眼影 咖啡色 這個深的咖啡 我霧面的咖啡色 眼尾好了 就我會在眼線上面再蓋上一點點 OK 畫好之後 因為我的眼頭 比較空 所以我眼頭再補上這個 霧面的膚色 這很適合 這很適合 它不像是上班上課會使用的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就是你是學生 然後你想要有一個比較 顏色比較顯眼的眼妝 然後可能比如說假日跟朋友出去玩啊 什麼的 或是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你可以用 很好看的 然後我先上唇膏 等一下再來 畫睫毛 那它的唇膏 是做壓的 我還蠻喜歡這種壓的 就是唇膏的開的方式 然後它 但它這個外面 這個是塑膠殼 這個塑膠殼 我一樣先在手上刷色給大家看 這顏色看起來蠻深的 它的質地 很黏 很軟 感覺會斷掉 這個顏色 好像 蠻西柚色的 好像有點成熟 然後它是 它 就是很 奶油的質地 它算是 嗯 普通的唇膏 但它也不算非常有光澤 或是非常水潤的感覺 它就是 以前我們一般會用的唇膏的質地 哈哈 顏色是蠻美的 可是可能跟我的眼妝沒有很大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 擦這麼深的唇色的話 眼妝就會淡一點 那我現在 無法壓掉一點點好了 顏色 我覺得在影片上面看不出來 它其實有 還蠻有氣質的顏色 就是它是 有點裸色 但是它又有一種 磚紅的感覺 就是 它有帶一點點粉紅色的光澤 光芒 在裡面 好 那我現在來上 睫毛 畫完睫毛 然後我想上一點那眼線 那眼線用這個 DUP的 這個超好用的 就是 你就算哭 你只要不要去揉它 我媽媽都不會遠遠看 我覺得這個超好用 這就是我今天的妝容 然後等一下要去開會 談工作 設計工作的事情 OK 然後總結一下 那 就我覺得這個是 以它的價格CP值來說 我覺得是蠻 蠻值得買的 然後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好 攜帶 就是它的尺寸大小 然後扁 然後也很輕 所以非常好攜帶 然後它的顏色 這是我今天的眼妝 我覺得它顏色並不是說 講求一個 調色特別漂亮 或特別厲害 但是它 我拿到的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名字 膠塵吧 就是橘色調的 這一盤 它就是會有幾個顏色 是比較特別 然後比較 有幾個顏色比較正常 像這個 我覺得它算是膚色裡面 調色比較特別的 比較深的膚色 然後 這三個顏色我覺得有點像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看你想要的 濃淡程度 比如說你想要 像我比較想要比較淡 我下眼影 我下眼影 我就是用比較淡的顏色 然後 想要像我這樣眼尾比較濃 我就會用上面這樣的顏色 就是這個霧面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顏色 反而是這兩個 然後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那這個兩個顏色 就是咖啡色跟這個 鑽紅色 就是比較日常的顏色 那我覺得以它的 價格來說 包裝 質地 質感 跟顯色度 都算還不錯 但我剛剛有發現 亮片色 會有一點 掉粉 就是 飛粉 飛到我下面這邊 我剛剛是拿刷子 把它刷掉 那 因為我幾乎用過亮片色 大部分都有 這樣子的問題 除非它是像Colourpop那種 是濕潤型的 它才不會有 飛粉的狀況 因為可能亮片它裡面的 質地比較硬 然後是比較難 就是你在刷子刷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 如果你要克服這樣的問題的話 就是盡量 你在 上 就是眼影之前 下面這邊可以先補一層蜜粉 你畫完之後再用蜜粉刷 把這邊的蜜粉刷掉 就不會掉到你的臉頰上面 讓你眼頰變黑黑的 然後還有另外的方式就是 你就盡量都是用手指頭去上眼 上你的眼影 就是亮片色的部分 然後再來唇膏的話就是 我是建議你自己去試色 你有試到你喜歡的顏色在嗎 因為 呃 它的質地跟它 創出來的妝效 並沒有什麼 特別的厲害 然後或是特別的 呃 很漂亮啊 或是 特殊性沒有到那麼高 所以如果你有試到你喜歡的顏色 再買它 那 以上就是我這次分享的 HIMI的 最近熱門的眼影 然後 還有我的心得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飽了 會 很聰明